您好,欢迎您走进Match院的Python Socket and Threading 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备份服务器的基本客户端的实现 也就是我们要开发的远程备份系统的客户端的实现方法 要开发这个基本的客户端 首先我们要了解客户端需要实现哪些功能 也就是客户端的功能分析 对于这个客户端 我们需要它的功能大概有以下四项 第一项,车子连接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也就是只有知道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客户端才能够连接到服务器 才能够进行备份 第二,要求用户输入备份目录 备份其中的所有文件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是备份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以及其此目录当中的所有文件 第三,要能够显示服务器端发来的备份结果 也就是服务器端收到的这些文件数据 是不是正确的保存了这些文件 如果成功,则要显示成功的拿写文件 失败了,那么也要显示拿写文件是保存失败的 第四,要能够选择备份时 启用压缩备份 也就是在备份的时候 对文件进行压缩 在服务器端保存的是客户端的文件的压缩版本 这就是我们客户端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 任何一款软件都要有用户操作界面 这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一个图形的用户操作界面 首先我们来看备份服务器客户端的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构建 同样的,我们和备份服务器的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 基本上是一致的 首先这是一个由TK英特的组件来构成的图形用户界面 然后在图形用户界面中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个是软件的名称 那么当然在窗口的标题栏也显示软件的名称 其次是要求用户输入服务器地址 那么这很明显是一个label,也就是一个标签 后面是输入框 输入的是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是服务器端口 要求用户输入要连接服务器的服务端口 备份的目标 那么就是输入 我需要在本机上备份哪些文件 一般来说我们就输入这个文件的文件夹就可以了 其次是最底端的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开始备份 当我们单击开始备份时 此时由客户端发起向服务器端的连接 并且将文件发送到服务器端保存起来 然后是退出程序 当备份完成时 我们可以单击退出程序 来关闭这个远程备份的客户机 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这个图形用户界面 如果我们和服务器端的图形用户界面相比较的话 很明显它有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的 而且呢 这里面我们仍然采用这个网格化的布局 就是用航和列来布局这些元素 那么第一个元素呢 就是远程备份客户机这个level 它应该占两个列 而且呢出于第零行 而服务器地址和这个输入框 占的是第一行 服务器地址在第零列 它在呢第一列 同样的服务器端口 它应该在第二行 也就是服务器端口 然后是呢 在这里面呢 由客户来输入相应的端口 然后是备份目标 也是呢 一个网格 最后是开始备份和退出程序 因此我们对这个客户端的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构建 可以参照服务器端的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与构建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这个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与构建的代码的写法 打开编辑器 我们直接将 上阶课构建的这个 服务器端的图形化用户界面 另存一份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由于这个是客户端 所以我们将这个名称直接修改了一个 保存它 然后主界面仍然是一个frame 而且呢 我们继承这个frame建立自己的类 在构造方法中 首先呢 要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然后呢 获取这个root 并且呢 调用grid的方法来实现网格化布局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需要定义一些客户端的相关的变量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要对它进行修改 首先要定义第一个 就是远程的IP地址 也就是服务器般的IP地址 这里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值 就是127.0 7.0.1 其次是定义一个 默认的远程端口 就是remote 端口我们用port 默认的 我们用10888 也就是在服务器端定义的第一个端口 接着我们再定义一个 和输入框 相对应的这个变量 变成IP的输入框的变量应该是自幅串类型的 然后我们要定义 对应端口的输入框的变量 这里面呢 我们用rnt 类型的 最后我们还要定义一个需要输入用户输入 备份的目录的这个 指向输入框的变量 然后呢 我们同样的调用一个自身的实力方法 我们使用init component来调用 这样呢 我们在这个方法当中来进行 组件的措施化 同样的 首先呢 我们要措施化一个软件的名称 也就是project name项目的名称 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改写为远程备份客户机 然后呢 它是跨两个列 这个呢 是一致的 由于我们不给它定义行和列 所以呢 它默认的是占地零旁 地零列 而且呢 跨两个列呢 那就是居中 然后呢 我们紧接着定义 另外一个标签 也就是服务器地址的标签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对变量名 可以呢 不做修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 写服务器地址 也就是 由用户在这个 服务器地址这个框里面来填服务器地址 而这个呢 是一个 内部 我们作为一个提示 紧接着我们定义一个输入框 由用户来输入 远程服务器的 IP地址 所以这地方呢 我们仍然用 cf.serve ip 但是呢 它已经是 一个输入框了 而不再是下达列表框 我们指定 它和 上面定义的 remote remote ip 相关联 然后呢 我们设置 其默认值 为 本地的地址 remote ip 所以它指定的位置 就是 第一行 第一列 同样呢 我们还要定义一个 输入用户 输入远程服务端口的 这么一个 level 那么这个位置呢 也是不变的 所以呢 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 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冒号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定义一个 服务端口的 输入框 同样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由下达列表 改成输入框 让它和我们上面的 定义的这个 端口相关联 然后呢 指定它的默认的值 应该是 这里面这个端口 也就是remote pod 这个位置也是不变的 这个和服务器 唯一不同的 就是我们在客户端 需要输入用户要备份的 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需要添加一个level 我们定义这个level的名称为src level 同样的第一个参数应该是 然后呢 我们定义它的文本 显示的文本 为备份的目标 将它放置到指定的位置 我们就用它的grade方法 这里面呢 应该是 第三行 第零列 第零列呢 我们就不用指定了 然后呢 我们再定义输入框 供用户来进行收入 这个呢 需要在外部进行调用 所以呢 我们建立的是实例处形 selfbacksrc 同样的 它是一个输入框 让它和上面我们定义的 然后将它放置到一个空车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将它放到第三行里面去 所以我们仍然要用它的grade方法放到第三行 那么指定它的链呢 为一 刚刚这个是第三行 第零列 这个呢 就是第三行 第一列 这样呢 这个启动服务这个按钮 我们应该显示开始备份 然后呢 这个启动服务的这个按钮 我们将它的这个 所指向的方法改为 dat send 表示呢 发送数据 将它的行改为4 由于前面的备份的目标占了一行 所以行呢 改为4 退出服务这个按钮 我们是不需要修改的 我们可以将它改为退出程序 然后呢 后面它所指向的目标 也就是单击时候要运行的方法 也是 root.destroy 就是退出这个客户端 这里面的行也要改成4 而这里面获取客户端的 IP地址 我们就不需要了 将这里面呢 start self 改成start stand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指定的方法 在startstand当中 我们首先呢 输出我们获取到的用户输入的 IP地址 以及用户输入的远程的端口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将它改成self.remote.rpvr.get 而后面这一个应该改成remotepod.vr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给它一个简单的提示 保存这个程序 后面呢 在主程序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需要修改的 因为它都是 说实话这个tk 然后呢 指定它的 标题 这个标题呢 我们将它改为 备份客户端 选择备份客户 我们仍然不让用户改变窗口的尺寸 然后呢 要用这个IPP的mainloop方法 启动实践循环 也就是呢 这个基本界面 我们就定理完了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看看有没有义法 义法错误 好 这地方呢 有一个set 就是第30行 好 这个地方呢 是有错误的 或是serve.rp. 是1点 而应该是 应该是 remotepods.vr 保存它 set 进行 还有一个set 在前面呢 没有修改 第三七行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remotepods 这样呢 我们看 减乘备份客户机的界面 我们就已经写好了 那么我们在服务器地址里面 可以填写 自己所需要的地址 备份的目标 我们也可以填写 但是呢 由于我们没有定义备份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填写以后也错误的 也没有关系的 当我们单击开始备份的时候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显示 10888 它两个都显示端口了 退出程序 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 那么应该是 sell remoteip 运行它 重新输入127.0.0.1 对方的目标 我们随便输 点开始对方 好 这个地方呢 显示是远程服务器的 IP地址 以及远程服务器的端口号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就是开始发送里面 还要输出start 这个 这个不算 那么这就是我们实现 远程对份客户机的 用户界面的基本方法 然后再给我 然后再给我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